各位老师好 这部影片是要跟各位介绍View Director View Director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数位白板 有我的教材 就是要教老师们怎么下载安装 那你还可以看到什么 还可以看到我的视讯头像 而且神奇的是 我可以直接 从我刚才这个地方 直接移到中间来 我还可以做什么 我还可以放大它 有没有 我的样子就变得很大 还可以再更大 你想要多大 就是有一定 有一定的大小 那你可以放到这么大 然后我们再把它缩小来 所以呢 你可以在跟孩子 就是上课的时候 先把你的头像放大 先跟孩子打招呼 然后我们再把它直接缩小 然后放在我们教材的旁边 不要去影响到 我们的教材的内容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就是View Director 好那我们要去哪里 可以下载它呢 来打开我们的Google搜寻 直接写上 BIEW DIRECTOR 搜寻 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 个人导播软体 就可以了 然后你会看到是 ViewSonic提供的哦 来点进去 好这是它的网页 那么往下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功能的介绍 好那我之后的影片 也会跟大家讲 怎么切换镜头然后怎么调整影像位置和大小 它界面真的非常简单和直观 然后还可以支援Facebook YouTube的跨平台直播 以及我们Google Meet和Teams也可以直接一起拿来做使用 就两个都打开都没有关系 好那我们这里就可以直接立即下载 底下呢还有就是有老师使用过的经验台 老师们也可以看一看 好那我们就直接点立即下载 这里呢有一个表格 你就直接填写 送出之后它就会直接帮你自动下载了 来看一下它会自动下载 什么按键都不用点 下载好之后去找出软体来 记得手动安装 那你安装好的这一个程式啊 就是之后如果有任何的更新版本 它都会自动帮你更新 你不用再去下载一次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讲的 下载及安装View Director